從一開始要寫這個題材 我就有跟陳麗博先生發過好語說 我這個戲要是沒有寫到離開你們家 不算成功 其實就是很單純 就是陳麗博先生邀請我來做這個題目 一開始最早講的是從陳成波 但是很快他就轉向 他就說可不可以做我阿嬤 他說他想做他阿嬤 他相信他的阿公 從以後都會有人繼續對他有興趣 但是他覺得阿嬤的故事 要在他的時代完成 章節這個題材就會讓我覺得 非常的想要去理解 或想要從這個角度 再去講那個時代或相關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的前提是 其實就像剛剛五方講 他在章節面臨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他的心理狀況 他為什麼能夠在當天 有辦法行這麼強烈的行動 去完成拍遺照 然後燒畫框等等這麼理智的事情 然後並且在這麼沉重的狀態下 活到95歲 哇 我覺得這女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這件事情讓我對這個人 非常的好奇 那當然她面對的事情 的確就是一個歷史事實 除歷史事實之外 那從人的情感人的狀態 有沒有可能在勾起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自己很想要試試看的 陳崇光先生就是陳柏先生的長子 過世之後那張遺照的玻璃底片 突然被找到了 半年後我突然有一天去他們辦公室聊天的時候 就偶然一撇 就撇見了那個門板下 有蹲著人 那伊莎娜應該是非常觸動的 但是我應該也是很裝作若無其事吧 因為我只有講了一句 就是我十年來就是一直在陳正波的話裡面 想要去看見張姐 就想要去證明恩愛這件事情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是真的在遺照的裡面 看見真正的張姐 其實我都是希望觀眾看完戲可以拿回更多的力氣 然後得到更多的自信 因為我們的前輩是這樣活過他們的人生 我們的台灣這麼的美麗 對 我們大有可為